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FIMLAB的第二天 在开始之前再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要问我们的老师们 麻烦大家按问语答这个按钮 然后把你们的问题打上去 我们的老师们会预留一些时间为你们解答 好今天的课程是关于电影美术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刘青老师为我们讲课 刘青老师负责美术指导的电影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 包括由陈凯歌导演的美兰芳 教室固儿 江文导演的一步之遥邪不压证等等 那现在呢我就把时间交给刘青老师 大家好 非常荣幸受邀请 来去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些过去的经验 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我们还是比较坦率的来去谈一谈 是这样 美术指导 我从这美术指导呢 应该有个二十来年了吧 二三十年的这个样子 有一些经验 非常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 这些经验 我自己觉得 是基于以前的这种 这种风格 电影的这种状况 未必完全适应于明天 在今天的这种 现在的这样的情况下呢 会有很多的改变 甚至是观念上的改变 希望大家呢 在接受它的时候呢 在听它的时候呢 多提意见 并且呢 可以共同探讨 那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我呢 接到了一个 咱们这个组委会 给我发了一个大概的 一个大纲 我呢 想呢 我把这大纲呢 说那大纲的问题 这个走一遍 我看了大纲 好像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这样的事情 我自己觉得 还是应该 留下互动的时间 更多一点 就大家有什么问题 交流的这个时间 会更多一点 我给大家留出来 有一个呢 是美术指导 包括些什么工作 美术在整部电影里的角色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 风格 制定风格 美术指导最主要的工作 我给我自己界定的 就是要制定风格 一个片子的 主要的风格 这个是 是这个片子里面 统领下来的一个 一个灵魂 美术指导呢 表面上是在 是把造型方面的 这个 这个负责造型方面的 实际上 它是制定了 这个片子的整个 可视 范畴里面的 所有的一切的 这样的风格 这是应该美术指导 应该要做的事情 他的角色 某种程度上 就是当制定这个 制定这个风格 同时呢 也是掌控 和实现这个风格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来去 把这个风格 给他贯涉下去 那并且根据 不同的变化 来做出不同的 变化的决定 下一个问题 一般说来 美术指导 通常什么时候 进入一套 电影的筹备工作 这个 这个等剧本出来以后 在大陆呢 属于审批以后 基本立项 立项以后 实际上这个工作 就已经开始了 越早越好 越来越好 因为这是一个 跟导演 和主创部门 和制片商 制片部门的 一个协作 越早越好 然后呢 因为我这样 外带的说一下 我对这个的理解 这个美术 分导演方面的理解 这个底下 我们会有设计 我觉得美术指导 实际上是一个 合谋关系 美术指导 它是跟导演部门 跟导演 以及制作人 应该都是一个 合谋的一种关系 合谋是共同来去指定 共同的来去融通 这种风格的关系 那个风格的确立 在这个基础上 在实施它 控制它 改变它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呢 它能体现出 它的相近 相对的独立的能力 和独立的领域 独立的范围 是这样 这就是我对这个 美术跟导演 以及跟制作人 之间关系的一个理解 是一个合谋 不能够完全片面的 只强调某一方面 只强调自己的一些追求 而怎么说呢 就是必须 这实际上 这是一个电影 就是一个工业化 就是一个合作的东西 大家是在合作当中 成立的 然后下一个问题 新导演普遍 带行业的经验不多 如果找一个对设计感兴趣的朋友 当美术指导 是不是可以 有哪些方面新导演在美术上要留意呢 首先要找一个 找一个对设计有兴趣的朋友 当美术指导 当美术的话 这个我认为是不行的 不行的 即使这个人他 不仅感兴趣 即使他有一定的才华 某个领域的才华 但是这个不能替代电影的 全方面的一些东西 因为电影的不简简单单是只有一个点子 或者说只有一个好的一个感觉 这是不够的 他还有一大块是怎么样的能够电影化 电影化 流动化 就是这样才能 包括对他的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工程和对他的流程的掌控 而且这个呢是完全是 是应用于怎么说呢 是一个电影化的 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合乎这种特性 他才能做这些事情 光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是不够的 我觉得这样 所以呢 如果说有一个这样有才华的一个朋友 他来去担任这个美术指导 他一定要有一个 旁边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比较成熟一点的 能够能够帮助他去实施的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角色 才有可能 我觉得因为电影它是一个流动的画面 流动的画面 有的人都说他的摄影很好 他的照片也很漂亮 照片里面有很多想法 但是这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电影是一个流动的 是一个流淌的一个思想 否则的话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虽然某个画面 他喊在里面 但是不能够囊破 这个电影 电影还是个时间的艺术吧 对 然后呢 下一个问题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告诉大家 当您决定加入一部电影时 您与导演及其团队的沟通流程 大致是怎么样的 这个呢 我还只是强 还是强调一个风格 其实我跟导演方面的 跟其他方面的 导演方面的这个合作 的一个基础点 也是一个最终点 就是一个风格 我们会在这个 以这个 在这个风格的大的 框架下 确立下边 我们才能够对他的分场啊 什么的 有所 有所切分 对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因为这个风格才能 风格的 确立的风格才能够 把导演部门 摄影部门 还有特效部门啊 等等 全都结合在一起 现在的电影的特点 已经是一个前期后制的 后期前制 对不起 后期前制了 啊 所以呢 呃 这个 一开始的风格确立 就直接影响到最后的成片 甚至在一开始 啊 就应该做个体现 呃 以往的电影呢 有的很多都是先制定了 呃 一些方案 但是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就不断的流失 就不断的改变 最后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原来的样子了 这在过去的制作呃 体制里边呢 是是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呢 有可能就是这个就是某种程度就有空了 呃 就是随意性太大 那么的就拍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这个无论是对导演啊 还是对制片商可能都是一个啊 不合为不合这个工业化逻辑的这样一个一个有的都是个灾难啊 太任性了 呃 所以呢 在现在的制作呃方式里边已经这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使得后期尤其现在的电影呢必须要经过都没有经过经过后期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呢 他就发生了很大的 所以说呢怎么就是说把在前期把这个风格确立啊 唯一一个标准是很重要的 嗯 在下一个问题是啊 在过去的工作经验中您有否曾经在美术导演发生分歧 最后怎么解决啊 这个发生分歧是经常的事情啊 这个是经常的呃 甚至是矛盾啊 那我觉得首先一个是不是我们彼此都把彼此要的东西都说清楚了啊 第二一个呢 是不是要找到一个呃某种程度上有个共同点 这共同点就是是不是我们过去我们在前期的工作当中把这个风格呀 在这个风格纪录上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确立了也都已经彼此都能够有共有共同啊 这是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呃呃前提那要说清楚 然后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该怎么办啊 呃 我觉得 所以我来讲呢 呃 有分歧一定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一些闪光的想法 但这些想法呢 怎么样都能够去解决它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 因为这个 不同的想法造成的这些分歧 要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找到更加合适的 呃 针对于这种新的问题找到一个新的呃 一个新的一个美学方式来解决它 而不是说只是呃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症状 于是他并有过这样的症状 就是有改变这个症状 想法是把用西药的方式怎么样的使这个症状给予缓解 我觉得不完全是嗯 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不一样 所以会是就要有一个有一个提高一个层次去认识它 把它变成一个美学问题啊呃 更有创造性的去找到一个新的风格啊 那在大的风格基础上找到一个新的一个方法 这样呢会是一种创作啊 这个这个才能够解决 比较有效的呃解决这些问题嗯 下面一个问题新导演在制作预算上一般都比较紧张 嗯 有没有一些建议和方法去减低美术的成本 哎呀 这个呢 这个问题是常见的问题 那常见问题 呃 这个 实景 是一个最主要的 就是找景 找实景 嗯 跟画画时候的写生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呃 是在这个实景的基础上 一定要抓住实景 抓住实景不放 那过去曾经跟崔剑我们在一块拍的电影啊呃 那么呢 资金呢是不够的呃 资金就是不是不够是有限制吧 呃 那么就是说 简单就是要找实景 就是花很大的力量去找实景 踏破铁鞋 嗯 一定要是要这样的 这样呢 你能 你能 呃 事倍功半 啊 我觉得是这样 呃 还有呢 就是 在去组织这些东西呢 关组织场景的时候呢 关停并转 就是尽量的合并场景 主要的场景尽量的减少 尽量的减少 呃 呃 就恨不得 呃 一个场景不动不变 这里边有些技术问题啊 呃 比如像一个实景 实景里边呢 怎么样的使这个实景的空间呢 稍加呃 加工 它就会发生一个变化 改变 嗯 这是一个技术呃 技术处理去去处理啊 是这样 降低它的成分啊 嗯 我啊 我先快速的把这个呃 这个这些问题啊 先大概怎么便让大家啊 啊 来去 我看大家已经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啊 我让我大家回回头的回大家这个问题啊 下一个问题是经验丰富的导演可能对美术已经很有很清楚的要求 但新导演可能没有 你对新导演有什么建议 有没有一些建议和新的有些建议想告诉导演 我觉得就是 沟通 沟通 你要想把你自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啊 能够说出来 能够告诉 让大家能够理解 那这个呢 使得的确确的 这所有的导演都是这样 能成为导演基本都是那种想法 但在一开始 他呢 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怎么样的能够让对方能把自己想法 对方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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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 能够理解 能够找到 那这个粉有时候是让人产生一些焦虑的这样的因素 尤其是呃呃呃 比方大家的性格又不太一样 嗯 这个时候呢 我个人觉得 第一个呃呃 那个方法就是你要找到一些对标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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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很多导演 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看了很多 他们已经找的做的功课 底下做的功课 找的他们要对标的电影 然后包括图片 包括他们的造型等等 然后简洁在一起成为一个阐述 这样也比较清楚 能够快速能够理解是什么样 这样的话就省去了大家去进行 跟导演去进行主要研讨 风格研讨的前面功课 直接可以切入到讨论当中 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也希望大家也可以这样 然后下一个问题 如何设定剧本的 竖定剧本的美术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还是一个风格问题 我所说的一切 所强调的一切 都是风格决定一切 是这样 如何跟导演和摄影沟通 还是风格问题 还是风格 风格造型 风格的手段 全方位的去怎么样 围绕着风格去怎么样 延伸出来和解决它 是这样一个概念 我不太关注 就是不太在讨论很多技术问题 因为大家在开会的时候 在讨论的时候 讨论过多的技术问题 我觉得浪费时间 其实最重要的是方向问题 这方向就是风格 下面一个问题 您会否参与成本较小的独立制作呢 我会的 因为那个是成本较小的这样的制作呢 独立制作 实际上是最显示出作为这个行业里面最赏光的一个一个基本点 最赏光最富于灵性的 我对此是非常感兴趣的 并且自己也在做一些尝试 虽然从业这么多年和那种工程啊 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但实际上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个创作人 做个艺术的创作人 他首先来于他的灵性 这个灵性的这个演练和灵性的这个 就是在这些小的城门里面出现 有的时候别看他后来他拍了很多剧片大片 但实际上他可能不如他一开始非常小的 一开始起步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小片子的灵性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是这样的 好 这个呢 我把大致的提纲都走了一遍 大致的这个走一遍 下面呢 我想我看问题已经提了很多了 我想跟大家来去分享 这个这个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些问题吧 有一个同学 有一个同 有一个同人的说 老师小成本独立电影 常碰到预算跟美术效果 感觉不匹配的时候 可以举例介绍这些经验吗 哎呦 这个问题全发 很多事情都发生在导演 一切是导演期许的有的时候是和制片 制片方所给予的条件 实际上这两个矛盾 这个这个使用相当于是导演部门和制片部门的 和这个制作方的一个合作问题 实际上呢 在这个时候呢 美术某种种在这个在拍摄时间是一个实施部门 实施部门这个在中间是很难 是很 这个角色是很难担当的 实施是求是的说的 导演要这样 这边不是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中间还要怎么样的去实施 这个实施就难为难为在实施部门 技术部门了 导演部门啊 摄影部门啊 灯光部门等等 导具部门 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呢 的确这个挺难的 这个这个挺难的 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 说句实话 这个就是某种程度上 要去怎么样 大家来去想办法 往上去靠 同时要跟 让导演 意识到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 无论是小片子 还是再大的片子 也有这个问题 某种程度上 越是大片 这个问题越突出 这是一个协商的过程 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经验能够告诉你 真的 有一个问题 请问老师 新导演 如果预算有限 难以请到专业的美术指导 那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能让电影有质感 这个问题 有质感 两个 一个呢 可以找一个美术指导 才去做一个指导 做一个指导 那再一个呢 就是自己多找对标的片子 拿着对标的片子 跟执行部门来去说 来去要求 是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 老师当你遇到 无法清楚表达想法的导演 处理的方式是什么 那你就把你自己当成导演吧 你把你自己想清楚了 可是能可是是想清楚了 并且你也能够 遵照你们一开始创作时候达成的默契 结论 去照这事情应该不会有问题 请问老师 在工作当中如何 从剧本到美术创意的 你觉得导演和美术 最有效的交流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 我接触剧本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都会找到他的风格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找到他的风格 我就觉得 我从事这件事情 这个项目的不同的意义 会在什么地方 这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 然后跟导演有效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就是彼此都拿出 彼此都尽量的拿出 能够说服自己 能够说服对方的 能跟对方交流的一些个对标的 图片呢 小片子 这个才能查到 在这个基础上去沟通 那是这样 请问新导演在前期如何估计美术成本 哎呀 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事是要和制片方面来去协调的 这个问题应该由制片来去说 那这个这个我还不是特别 因为我某种程度上 我以前做的一些片子上的 没有特别的在制 在这个成本上面 这个我一般都是尽量的问问 你有多少成本来做这个事 那能不能有没有成本来做这个事 你有多多成本 然后我们根据你的成本 然后来去做相应这个成本的 像匹配的这样的这样的事情 我的能力在于 我能够使你的这个成本 得到翻一倍 甚至两倍的效果 这是我的工作 对于打造具有年代感的场景 如何提升美术质感 增加场景的可信度 质感 美术是个细节性的东西 镜头它可以无限的贴近 就是质感 现在好在后期制作 虚拟的制作 有很多的会弥补这些东西 会弥补这些 这些问题不将过去了 老师 不断的加强风格问题 强调风格问题 请问能否举出你工作中的例子 来细化解释一下 您对风格特别的一个要求 风格是如何被寻到 并不断纠正的 这个问题是这样 我一直在强调风格问题 这是我多年工作下来的一个结果 并且我看也是这样 一个片子成立不成立 首先能不能立起来 首先是个风格 就像我们简单的说 就像我们去选择一个什么的方式 来去讲我们 表达我们自己 是用英语 西班牙语 还是要用意大利语 语言 你只有确立了一种语言 就相当于确定了一种 确定了一种属于你的文化 找到你的文化的这种 然后用这种语言 形成一个语言 去跟别人进行交流 让别人能够理解 你所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就是这么去认为的 这个风格 修正 如果找到和修正 这个怎么样的寻找到 哎呀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你从事这个行业 你当然就应该对周边 对以前 对历史 对都应该有所了解 这个风格的确立实际上是你整个的 人生 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果 而并不是说刻意 让他们追到了 有的时候你找对标 不见得 你 那就是猎奇的 有的时候可以 但是 实际上它并不 并不是特别贴切的 或者说特别有效 最主要的就是要平时增加 他的自己的 增加自己的修养 不断的去接触本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事物 我觉得是这样 当然你找合作者 本身你要找合作者 就是应该要找到一个 能够有实力 并且有他自己足道见识的这样的人 作为合作者 这样才能有助于这个 这个整体的 整个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片子的这个提高 而并不是 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 就是感觉好像都是走巧 走这个 呃 技巧 我个人不太赞 这样 呃 老师服装和造型属于美术指导货责的范畴吗 现在很多造型呃 造型指导和美术都是分开的 呃 这样更好吗 怎么样 平和两部分 这个问题说得很好 啊 这个在过去的时候 过去的体制的时候 嗯 所有的可视的都叫造型 所有可视的造型领域基本都是由美术指导来去制定 啊 执行 呃 一个群体 从市场角度已经 呃 他已经在市场的这个角度已经逾越 呃 嗯 已经已经上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了 同种程度来围绕明星人打造 这是市场要求 呃 那么因此呢 这个艺人的打造 明星的打造 他们的整个的 尤其 这个这个这个呃 就成为了一个在呃 这个作品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势力了吧 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呃 这个打造的要求呢 就使得整个过去的工作程序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是因因因时代而产生的 因市场而产生的 所以造型呃 造型包括服装和造型呃 这个部门就紧密的这是首当其冲的部门 所以他呢 呃 就变成了一个呃 愉悦其他的其他部门 其他造型部门的这个呃 这么一个方面吧 呃 所以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这个呃 艺人部门 演员部门呃 呃 已经是和制片商直接签约了 也就是跟导演某种程直接执行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呃 过去 他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 不容不统一 那不容不统一 一旦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 他作为美术指导来讲呢 就是他彼此和这个造型指导 这个两个就变成了一个呃 直接合作的关系 在这个直接过程的关系 一个的彼此相互的多沟通 多沟通 多呃 怎么说呢 一定要多沟通 并且呢 呃 要 嗯 多给对方呃 电影本身就是写实的 电影本身就基于写实而存在的成立的 只不过他的意识组织这些写实的这些景象的时候呢 有不同的组织方式 所以声称了很多的不同的风格 任何风格都是通过他具体的形象 具体的呃 场景嗯 具体的造型来去说话的 这是他的呃 说话方式 这是他的语言方式 那所以呢 我认为美学跟具体跟这个写实性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嗯 这俩不是一个矛盾的事 啊 但是呢 作为一个电影 作为一个时长 呃 两个多小时 甚至更长的这样的一个呃 这样一个流程 时间流程 所以这样的一个作品 流动起来的这些体现出的风格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老师 你对什么年代 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比较有特长 哎呦 这个问题论到我自己了 我拍过 呃 我的历史呢 我的拍片的过程呢 你就能够能够能够比较 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嗯 比较比较 我认为比较成功一点的 一个是梅良芳 历史一样 啊 这个 嗯 赵氏固文 嗯 那就是 刚才那是年代篇 这个赵氏固文是历史篇 因为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嗯 然后呢 这个 呃 民国时期的有这个 嗯 姜文的一不知遥 写的押政 嗯 包括现实篇 有跟随间一块拍的这个 呃 拍的蓝色骨头 那我还 拍了这个 前几年 前两年 啊 不是疫情的原因 所以他没有上 跟陆川导演 开的这个 七四九 啊 七四九 这是一个现实魔幻题材 呃 呃 能够 嗯 如果讲究真实 我就希望他要超超超超超超超写实 一样的这样的真实 入目三分那样的真实 所谓赵将主义和超级现实主义的这样的方式 这是我个人喜欢的 您参与的电影通常准备资料搜索了多久吗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呃 这关于前期准备工作 这是一个特别漫长的工作 特别特别漫长 嗯 这个这个 呃 我 嗯 应该要花了主要力量前队的这商务 嗯 并且要团队来去做这些事情啊 不是自己就能做完的 好 我给大家 我看看啊 我给能不能给大家分享 大家再说 然后让我分享一下 我能够说明我这些事情的这个的一些 我做的一篇子 呃 我呢 我有一对小短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呢 是呃 在大陆这样拍的 跟香港的呃 香港的导演 就合作了 呃 这个呢 是这个片子呢 叫密战 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共产党的地下党 在上海部落的这样一个 这个过程 呃 我在这里 美学上我就希望我做一个 呃 上海屋檐下子 呃 这个上海下里巴人的生活的 这样的街区 这样的景象啊 完全尽量的贴近 但是它并不是纯写实的 我们当时在上海的一个基地 我把这个基地呢 就是开失业围城的时候 香港街 我把香港街给他进行一次改造 啊 我就利用他的这些走势 地势和他的这个两边的楼 变成了另外一个啊 场景啊 这是大致的这样的一个 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环境 嗯 我的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借助两边的楼体 然后进行的这种改造 所以我是快放 然后和真实的电影结合 这些具体的房子与房子之间的逻辑关系 都是根据剧情来去做的 这刚才这个呢 就是呃 这个片子 我觉得他因为他说的是上海 但是呢 我也就做过很多经上海了 啊 豪华金的上海 然后呢 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 各种各样的上海 都很多 而且他市面很多 不同类型的 当然我在想 呃 那作为一个片子来讲 他应该有他的独特的 这样的一个美学的感觉 我希望他有一个上海 有另外一个面 另外一个面就是他的旁渤区 我们称之为叫上海屋檐下的 完全是下层劳动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景象 但实际上真正的上海是从这个里面 这是土地 从这里面生长出来的 我就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片子 然后去呃 完成 来去达到这样的一个上海的侧面 那就是这个来就构成了 所以呢 我们当时就是 你这个呃 确立 以这样的一个风格呢 去去找的景 制定了这个制作方案 嗯 并且呢 呃 因为这个片子有很大的这种打斗 所以说呢 增强这种景的落差幅度 呃 相互之间的这种距离的关系 能够使他能够 非常呃 呃 完成他对于动作进行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所以呢 呃 呃 无论是打 翻斩 藤螺 都有很强的这样的支撑点 呃 而且画面感也很强 这样呢 才能达到这一个电影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嗯 下面我再分析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拍的呃 呃 姜文的电影 姜文的电影里面就邪不亚正 邪不亚正里面最主要的是呃 呃 防顶 我们建了一个防顶啊 这个是支撑这个电影的 因为它发生在老北京 民国时期的老北京 这个北京的这个那个各个各个呃 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 但是呢 作为一个那个老北京 我希望就能够就是嗯 对姜文来讲 他提出了一个美学 那个美学就是防顶世界 是一个完全于完全飘渠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 在离天很近啊 离自由很近 但实际上他里面生存了另外一种人的方式 另外一种人的呃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嗯 这是非常一个理想国的这么一种呃 呃 境界啊 这是一个美学的这样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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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啊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做了就是把整个的嗯 北京的四合院呃平房全都做了一个很大的呃 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然后我们打整个大了一个呃 将近100亩的这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呃 一个平台这样一个四合院的房顶啊 我现在生活里的烦恼飘渠之上有另外一种审美一样的生活 那就是在房顶啊 啊 在房顶啊 在房顶最大限制能够接近一天的啊 这样的一个呃 这样的一个美学是对我们都非常诱惑力啊 所以我借助这个片子我们实现了对这个呃 呃 的这样的一个呃 世界的一个自由世界的这个向往啊啊 呃 我说的这就是美学这个美学生成为了一种风格啊 所以后来我们用在这个片子里面就是用这种飘忽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来贯彻了所有的一切 就是这样啊 大家还有些问题 历史和电影风格的设计应该如何平衡 如果电影风格的设计不符合于历史时代的美学可以吗 我认为完全可以啊 这个电影实际上某种程度上电影是基于历史呃的基础上编造的历史 我认为如果说没有编造没有主观的呃 没有主观的这种创作的这种呃 这个是这不是设计呃 你更不是电影电影给人大家提供的不是纪录片 不是电那是电视的这样的一个呃 呃 那这样的一个职能呃 电影就是要他要要给大家带来审美的嗯 嗯 下一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当代背景的类型片 尤其爱情职场 在美术世界上突出一个所谓的精致或者时尚感 场景非常明漂亮明亮 但怎么看都觉得不真不真实老百姓不是真实的老百姓的场所 您对这样的美术有什么看法 或者说如果如何平衡这些设计需要和真实的生活的界限 是不是美术之导本身的审美也要也是很重要 我认为是这样跟现在这样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个片子风格 还是这个片子风格 就是如果说你确立了这个片子就是个时尚片 偏偏于生活之外的呃这个这个呃另外的一种生活的你要找到这种 这种你这个片子相应于这样的呃这样风格的就是找到这样的风格 找到一这样的风格的这样就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片子风格定位定位了以后就相当于你是要用一个呃 呃也不是用一种大大众的普通话也不用一个大众的呃另外一个大众的英语 你用的恰恰可能是一个小的语种啊要非常的漂亮的非常那什么的像一个阿拉伯 像一个阿拉伯语呃或者说是像一个拉丁语用这种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啊 我用语言的这种方式形容是为了能够说的更纯确一点 就找到你所相应对应的那样的一个风格啊 那个风格就在这个风格的基础上一切的行为方式都是成立的都是合理的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呢精致也可以很精致可以精致的很厉害 可以精致的非常到位没问题 我过去看过一个西班牙电影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看的 我现在找不到这种片子就是他的片子画面里全是为了凑画面 就是他的画面全都是凑图 演员的走位是非常精准的组成了这些画面 在这个组成这个画面的过程当中流动走到位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演习 也非常的棒 整个片子非常的美非常的伟美 非常的非常的震撼人 这也是电影 电影是电影的是无群的 对包容任何这样的想法 电影是一个主观的意义 嗯 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呃 全都是一个呃 嗯 就是纯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这个这个我认为的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电影 是这样 好 我现在所回答的这些问题基本上呃 呃 基本上都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看时间基本上也已经到了 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我回答的呃 非常的仓促 并且呢也没有特别的能够展开来跟大家聊这个事 并且网络直播这个事情呢 我看到大家看到大家的目光 看不到大家的呃 这个这个情为 所以呢 这个互动就非常的呃 呃 单三层面了 所以呢呃 很仓促啊 希望有机会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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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再去跟大家去探讨啊 也希望能够跟大家构成合作 好了 我把我的这些想法呢 都先要交给我们的主持 啊 谢谢谢谢老师的分享 呃 谢谢你对我们的一些经验的呃 宝贵经验的分享啊 好 谢谢啊大家的参与 然后我们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原作会议是关于电制作的啊 到时候我在我们在在网上见面吧 好 拜拜 好了 谢谢 谢谢部位